Laz Moon Night 哈喽 现在是凌晨4点 这里是张一新的Laz Moon Night Radio 在天啊 刚刚要亮 但是又未亮之际啊 我睡不太着 正好呢 悄悄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最近应该都有看扫黑风暴吧 我最近一直在拍戏 然后也看了一些剧的片段 从演员视角 变成观众视角 你们说的好多隐喻和伏笔啊 我竟然也是看着剧里的弹幕 才恍然大悟啊 觉得导演和编剧 以及各位演员老师真的太牛了 但话说回来啊 这次这个扫黑风暴里啊 和这么多有实力的演员老师 这么厉害的竹创团队合作 真的是一种幸运 而能够在大家的共同帮助下 去塑造出来这个0号这个角色 一点一点的给他添上血肉 对我来说呢也是一次挑战 更是一次在这个演员道路上的成长 可能现在趁着播出的时候呢 重新审视这个角色 会有一丝对于角色塑造上的遗憾 也会清晰的看到自己 跟各位老师的差距跟不足啊 但我呢非常感谢这一次经历 收获到了幸运 收获到了这么多老师的爱和指点 我从这个角色里积蓄到了非常多的养分 也从这段拍摄经历里呢 学习到了很多很多 这回是我人生里非常珍贵的财富 最近一直比较忙啊 不管是街舞啊电影还是音乐制作 以及其他的一些零零洒洒的工作 维持了我这个小陀螺充实有忙碌的每一天 偶尔会疲惫 唉 但觉得还是挺好 年轻的每一天都没有被浪费 是吧 同时呢 我的音乐理想和关于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孩子的梦想 也正在起头并进 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好好的进行着 我就很开心了 永远在做梦 永远在追梦 永远在实现梦 希望可以实现啊 这是让我能够确实的感受到这个每一天都特别的原因 可能对我来说也挺普通的 我只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有一个大大的梦 那谁说普通人就不能追梦了 对吧 每一个人都有追梦的权利 其实想说真的不要去害怕别人就是不理解你 或嘲笑你 或是看似不确实际的这些理想 因为我觉得路都是自己的 都自己闯出来的 自己走出来的 越长大又觉得有句话说的真的非常对啊 我们要拥有接受自己不被喜欢的勇气跟能力 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眼光 那做自己想做的该做的 能做的 剩下的一切就交给时间了 人生只有一次啊 哪有太多的时间来介意别人的评价啊 对吧 夏天快过去了啊 希望在下半年 无论大家是在自己的工作啊 还是学习上 都可以万事顺意 万事如意 有所收获啊 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注意身体 注意休息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每次感觉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没什么说服力啊 对吧 懂的人自己就懂了 好好爱自己啊 好好爱世界 一起加油啊 那么下次再见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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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